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赶快来看一下 当我们第一次打开Table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第一个画面 就是Connect,Open,Discover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Connect就是取得档案 所以它可以取得 例如说单一档案 单一个的档案 那你一定会问说 那如果我今天我把它按照年来去做好 这个CSV档案的话 例如说2017年有一个CSV档案 2018年有一个CSV档案 那怎么样抓进来 那其实这些教学影片我都做好 你可以上网Google,YouTube 然后去搜寻我的姓名 在家Table 你大概可以找到这相关的影片说明 记得它取一个档案的时候 它会取相同类型 直接就抓进去了 好,那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PDF档 它可以辨识PDF档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拿到的资料 它不是文字档 不是JSON 不是CSV XML 都没关系了 PDF照样可以直接把它堵入 这是这套软体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它可以直接连资料库 你看在这边不管是你所熟知的 像例如说微软公司SQL Server 或者是云端 或者是NoSQL 像MongoDB 好,这些它全部都已经放进去了 像Amazon的这些云端的资料库 它也全部都放在这边 所以非常等于说是相容器蛮高的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是以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Safe Data Source 这个SimpleDash Superstore 那个超级市场 美国的超级市场销售的情形 来跟各位去做讲解 好,我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资料非常干净 因为它主要要先推它的视觉化工具 当然它会把它资料整理得非常干净 然后方便所有的讲师来去做讲解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点它这个Simple 那如果说你然后要开自己的档案 请你选择上面这个True File 例如说假设你是CSV 那就请你选择Test File 就可以抓进来了 就很像开启旧档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点这个Sample Sample Superstore 所以麻烦请点一下这个Sample Superstore 然后当我们点进去之后 产生了资料连结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算是第二个画面了吗 这个第二个画面主要在这边有Data 还有Analytics 主要我们先看Data 这个视窗上面就有一些相关的功能 这是相关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所有的Data 各位可以发现这就是Data的栏位 栏位 例如说我先给你们看那个Data Source Data Source这边的话 它是不是有像例如说第一个栏位叫做Order ID 第二个栏位叫Order Date 第三个Ship Date Ship Mode 顾客的名字 好这些 那你发现这边它上面有一个属性 它有分成什么 文字性质的日期性质的日期性质也是属于文字字串性质 然后文字性质 那你如果拉到最右边 你会发现它也有数字性质的数字性质 它就用锦字号来代表这个栏位是数值的资料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刚刚这个Ship One 点选这个Ship One 我们可以发现这上面Data它分两类 第一类第一类叫做Dimension Dimension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那个 自创型的资料 Mensure就是测量 就是那些数值的资料 好通常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以一个向量的栏位 搭配一个数值栏位来去做分析 你举例来说我这边我可以画出什么呢 那比如说各年销售统计 那我是不是取这个older day跟sales来画这张图 或者是我今天我想要去画一个各国各国的销售 或者是各城市各城市的销售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多半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取例如说一个文字栏位跟一个数字栏位来去做分析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分析 那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栏位 文字栏位非常多 那数字栏位是不是至少也有1 2 3 4 5 5个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像这里面如果文字栏位C15取一个 出来搭配数字 数字C5取一个来去做计算 这样我们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计算结果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分析很多事情好不好 那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感觉你好像都要分析 可是你应该先要知道说你的分析策略是什么 你要先挑你最需要重视的那个分析项目来去做分析 才是比较好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何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策略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在这个地方我想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视觉化报表 是要给老板看 那老板可能最关键就是说什么 例如说我到底今年的总销售是多少 然后我今年获利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老板可能最关心这些事 我先做好给他看 那我相信 我相信 这个远胜于说 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 这件事 是他关心的 所以先做老板最关心的事情 好 那这边大概知道了 我们有这些栏位 等一下可以去做选择 另外在这个地方 有三个我们制作动画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 例如说配举 这是跟制作动画有关系 过滤 过滤 过滤器 还有这边有一个 Mux Mux是标示 你可以做色彩 因为视觉化 可能有时候我们要去标 他颜色用色彩来去做视觉化 用大小来做视觉化 要不要放文字 来去呈现他的视觉化 好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画图的区域 这边是画图的区域 继续 这个Show me Show me就是我要画的视觉化图表 但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视觉化图表 其实太少了 绝对满足不了 我们希望呈现的视觉化 其实可能有上千种的一个画图的工具 其实你可以到时候去下载别人画图的工具 好 这些图都可以去做一些感验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第一张 可能是老板他最想要去看的一个访计图表 我们来介绍一下连续性分析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拿到了就是说连续的资料 然后我们可以呈现说这个资料它的一个结果 可是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一定要是连续 什么叫连续 例如说1月1号过来是1月2号 1月2号过来是1月3号 或者是你拿到1月的资料 2月资料 3月资料 这是有连续关系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拿到的是产品类别 对不起 它不是类别 它不是连续资料 如果我们今天拿到连续资料 我们可以去进行连续性翻新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翻新 那个各年的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我要找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 跟时间有关系的 这边只有一个older day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它叫进来 其中您可以快速点两下 但是我希望说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但我们今天想要去画一个直条图 假设我的X轴想要放的是时间 Y轴 Y轴是直 我想要放的是销售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也就是older day 我们可以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raw这个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么麻烦 你只要快速点两下 它会自由搭配 接下来就是sales sales直接放到这个栏这个地方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做一些计算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做一些计算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画了这一张图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我想要选择用直条图的方式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show me show me就是视觉效果 只要点选你要的统计图表 例如说点选它 它就完成了这张统计图表 那这次画出横条图 如果你这时候希望转向 希望转向 转向在这里 转向在基本工具里面 有看到 x轴跟y轴的转向 好 那我想这张图 其实以下也可以做得到 这根本就不需要 这个视觉化分析工具 好 那我现在要特别跟各位分享 就是那视觉化工具 它的技术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我们先把这张工作表 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我们先先把它的名称定义好 像例如说这是各年销售 所以就算各年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张工作表 这张工作表 我们可以复制 复制 这边有copy跟duplicate 我们要选择复制工作表 是这个duplicate 滑鼠右键点选第一张工作表 然后点选duplicate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产生了 第二张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好 我只是为了刻意告诉你 那个技术是什么 您看一下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如果我今天 我现在是不是算出来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T 当你点这个T 他就直接把那个金额 就直接呈现出来给你看 这是我们传统看资料 看那个以上做好统计图表 必备的最基本的一个工具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大概发现 就是说第二年 他是有衰退的情形 然后第三年第四年 他有逐步的上升趋势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个蓝 这个蓝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往下探索 往下探索资料 这个year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加 你可以点一下 他就直接向下探索出来 直接帮助我们算出来 例如说2015年的第一季是多少 第二季是多少 以此类推 这就是他的技术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周期性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是逐季的上升 那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你今天要用以下来去做的话 可以做到 但是有可能按一个按键就完成吗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我就全部都要教你们这些技术 的使用 大概两三个按键我就做完了 分析 而且不会错 这是他最大的特色 那错的话一定起来有致 一定有那个原因 那你用以下来 以下来 以下来 有没有夸置这个韩式 反正是没有 他有 这个韩式 他没有什么 season或夸置这个韩式 对吧 对了 我教了20多年以下来 绝对 了解这件事 通常我们就是1到3月 我们就把它归到第一季 4到5 6月我们就归到第二季 在这边 我只要按一按键我就做完了 好了这个可不可以再继续往下探索 可以 那我们就点quadr前面这个加 我们就可以探索到月 所以从这边月 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情呢 就是 因为刚刚讲说那个 123四季 就是逐季上升 那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好像每一年的 那个尤其是2月 2月销售不太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想在美国 超级市场2月销售 额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家公司 你是不是就要去想 去思考这个原因了 好 就发现2月可能因为太冷了 有可能吧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事情 你们到时候 最后 最后 你们是要把那个故事讲出来的 我会慢慢引导你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不是只要画图出来 你画图出来 你不然就直接给知道教授说 你看 这是我画你的结果 请你欣赏 然后就结束了 不可能吧 你一定要把那个故事整个讲完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分析 这还不够 麻烦请点 刚刚在这边不是什么 减吗 一耳前面是不是减 我们把它先全部折回来 所以这样会不会去做连续性分析 会吗 好 它更棒的地方 它可以去做淡季 旺季的分析 而且我说过 按几个按键要完成 一个 好 来请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year year 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组的year, quarter, month, day, more 还有这边又有一组一模一样的year, quarter, month, week, number, day, and more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 这边 你可以大概看到year 它是2015 然后quarter它是Q2 好 只有看到这件事情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例如说当我现在点一下 这所呈现的意思是什么 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year 我现在点下面这个quarter 这个quarter所代表的意思是说 2013年的第一季加2014年的第一季加2015年第一季加2016年的第一季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第一季好像就是每一年都不好 那我们的热销的季节是不是第四季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现在所做的事情 按一下按键我们就做完了 这是淡季 那有没有淡季旺月的分析呢 有啊 就是点这个month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好 它在这个地方呈现的结果会发现 9月 11月 12月是那个超市的这个超市的一个销售的望运 那请问这边我相信任何人都应该要去追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为什么10月突然掉下来了 美国10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躲在各位要去看到现象之后 我们还要去探索探索探索的时候你可能会朝几个方向来去思考 可能去查文件看新闻或者是去回去检查一下资料 资料有没有错啊 要是资料有错的话 你是资料分析的人员 你就只能回去再去追资料了 对不对 好 那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这也是一个案件 我们就可以做完连续性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观看一下 这个刚刚刚刚这件事情 其实最好的一个呈现方式 最好呈现方式 我们是用改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视觉化 所以多多少少我们可能会 就是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去呈现 像刚刚我已经加了一个t 我刚刚加了一个t在这边 它是不是就直接显示 这个bin它的数值大小 它的值是多少 对不对 其实它用的就是label 例如说你现在把sales 直接搬到label这边 sales直接搬到label 按住sales搬到label 你看是不是等于你按了下t 好 那我们除了可以用标数值上去 请问可不可以用什么 用色彩来区分 例如说sales在这个地方 color 我移到color 这边颜色是不是比较浅 这边颜色是不是比较深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去做什么 做mouse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讲 我们如果透过颜色 这样视觉化来呈现 我们会发现 第四季 第三季的季末到第四季 它的一个销售情形 其实还不错 都维持在蛮高的一个数值 可是就是第四季刚开始的时候掉下去了 因为你从色彩上是不是很明显的区别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觉化 视觉化标示数值的大小 当然这个色彩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好 那预设的话 它就是数值越小 它用浅色 数值越大 它用深色来去呈现 那我们接下来连续性分析 还有淡季旺季分析完毕之后 我想要介绍的分析是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通常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们的销售 销售是不是有四年 2013到2016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销售是不是 我们就快速点两下older day 然后sell 然后我们去画图 我们可以发现 对不起 它已经是2015到2018了 对不对 刚刚是不是画出这样子的图线 好 那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同期比较 我们会希望是怎么样呢 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方式就是说 那个一年一条线 一年一条线 然后下面这个轴会变成是什么 你连续时间来看的话 下面这个轴会改成什么 是年季还是月 还是日 应该是月吧 对不对 我们看各月的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2018年的销售是怎么样 跟2017年的销售比较是怎么样 我希望各月都呈现出来 它的一个差异 而且最适合不是用直条图 而是用折线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把这个轴改成什么 我必须要把这个轴改成月 怎么改成月 我是不是可以点这个column 这个时间单位 把这个时间单位把它改成月 1月到12月 1月到12月 然后我希望这个线条 这个线条是用折线图的方式呈现 那各位刚刚刚是不是讲过说 这个月刚刚我是不是选择上面这个月 下面这个不用说这就是连续性 连续性 所以我刚刚就没有刻意跟你讲 下面这就是连续性 好 这个地方的月 这边所指的月 是不是四年 加起来 放在这边 对吧 因为现在是一条线 你看不到 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同期的感觉 所以怎么看到同期 我现在 我现在我可以把这个 older day older day 搬到什么地方 你觉得搬到色彩 还是标签 然后它就变成四条线了 答案是色彩 有没有看到 四条线都出来了 四条线 有看到吗 我稍微把这个 这个standard改成 interview 对不起 应该是全部 entile entile是完整的 完整的 来去呈现 好 有看到吗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记住 就是要把older day 当作是图例 当作是legion 然后来去呈现 你就会变成 从一条线 变成四条线了 可是四条线 好不好比较 不好比较 而且通常老板可能会想 你不用去制造老板的困扰 所以这个时候 建议是把那个 四条线改成两条线 例如说2018年跟2017年留在这边 或者是你干脆就让老板自己去决定 他要拿两个年度比较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older day older day 翻到filter filter是过滤 过滤 然后接下来请选年 然后下一步 然后如果说我们暂时 暂时把这个2015跟2016关掉 我们暂时先把2015跟2016关掉 然后点选OK 你看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两个月份 对不起 两个年的资料 2017年跟2018年 两年的资料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呈现同期比较 对吧 可是我刚刚讲到一件事 最好是让那个日后在操作这张报表的人 自由选 自由配 你们说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 会嘛 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动作 就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这边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编辑filter跟show filter show filter 建一个位置用show filter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让老板自由去选 他可以全选一起看 他也可以不要看2015 不要看2017 他就是要看2016跟2018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先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先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同期比较的时候 这个故事是什么 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两个年度基本上都维持往右上跑的趋势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销售额是 就是 不是逐年 是逐月是上升的 对不对 月到秋冬季 那个销售额是越高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2017年是红色 红色理论上是要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讲2018年 它就是销售比2017年来的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2018年 2018年它的二月表现 苏同期 因为我们在做同期比较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对不对 苏同期的那几个月 这样拿出来来去看一下 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而且还有四月也书同学 可以吗 好 这就是它很重要去呈现的 另外我觉得在美感上面 因为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能不能变出一点 这可能都是我们比较希望调整的 请问一下 这个线条这个线条变出一点 怎么做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max的size 终于可以讲到了 点一下它 这边稍微调出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线条是不是变出了 对不对 线条变出了 有看到这件事吗 这个size size 好 请问都有没有跟上 有 好 那我们再把能度稍微提升一点 有时候我希望这个圆点稍微大一点 圆点 大一点 好 因为这套篮 因为我到处在看那个视觉画报表 我蛮喜欢这种骨干点 就是这个线我觉得这样出已经够出了 好 可是这个圆点我希望大一点 我是怎么做 我稍微教一下 Ctrl键按住 Ctrl键按住 然后把这个 sells 拖曳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再产生一模一样的一个内容 一模一样的一个 那个rule 就是那个 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两个 请把这两个轴 改成同轴 滑鼠右键点下面这一个 请改成同轴 同轴 然后请到右边去 请到右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同步 同步 同步 然后点它 然后接下来 反正你现在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对了 这个东西就是它 好 所以我会刻意点 点下面这一个 然后请把它的 它的形状 改成圆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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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看到吗 我觉得这样子的呈现蛮漂亮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字好像重叠在一起了 不好看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多了一组的字的标签 我们把下面这个字的标签伸掉了 下面这一组的字的标签 怎么直接把它拿掉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看 当我点这个some 这边是不是有这一个 然后当我点这个some 这下面是不是有这一个 好请把其中某一个 对不起 它的标签 这个标签拿掉 我们先把标签拿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点选这一个 点选这一个 然后请把sales搬到 LABEL这边 就只剩一个了 刚刚有两组 刚刚有两组 好 接下来 这个 用我这台现在不能打中 算了 那我就打英文 这应该叫做什么 比较 同期比较 接下来我要介绍 第三个 叫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模式呢 只要这边 只要这边你放 例如说 城市 它这里 它就会自动辨识 这个城市 是属于地理名称 例如说 假设你这边放的是那个 行政区 对不起 他不知道行政区是什么 所以建议你们栏位 这边应该是要改成 他看得懂的 他看得懂的 好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 我想要去看 各城市销售情形 各城市 所以city 快速点两下 city 这件事情要请注意 一定要在什么 有网路的状态 有网路的状态 因为他现在要去抓那个 这个 要去抓这个 就是地理位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这样子分析 大家看到都是相同的原点 这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销售额 销售额直接拖椅放进去 放到什么 大小 直接放到大小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开始 可以构成分析这件事了 有没有看到 就是右上角那边 有两个比较大的原点 然后左边西岸 西岸有三个比较大的原点 有看到吗 好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析 这样子的分析 如果再加个颜色 颜色来去标利润会更好 颜色来去标利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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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搬到 color 你就可以发现 请问 请问 黄色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 你要去知道说 那个 原点越大越好 对不对 可是要是负的 哇 那就糟糕了 你看在右上角那边 有一个很大的蓝色的点 旁边居然 跑了一个蛮大的黄色的点 那黄色点是你想要看的吗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立即快速去做地理分析 是 好 那他还有一个很棒的 就是零 那个 零界 区域的划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 像那个 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 谁的支持度是多少 哇 那非常精彩 就是 一下是 可能是黄色 然后一下变成蓝色 然后又改参 改回来变成黄色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max底下 因为是地理分析 所以他提供了 map 这真的是 因为他都不包括 我把真实的去呈见出来 这个map 我先还原一下 这个应该要用成 你们有画出来吗 它的灵界 整个都应该画出来才对 好吧 我希望你们回去 或者是你用字眼呢 不可 应该是可以画出那个灵界 灵界 这个map 真的不是现在这样呈现的方式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地理分析 因为他到时候 他真的会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就是说 整个完整的 这一个周 是什么颜色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完整 直接填满 像例如说 这个周 整个就是什么 什么颜色 好 例如说都是蓝色 好 接下来地理分析完毕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分析 我们来去做散步分析 散步分析 您看一下 在 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我们是不是有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客户 客户 好 客户应该在文字 文字栏位 这边有一个客户的名称 那我们可以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产生一堆的客户 那 有些客户呢 他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他销售额高 然后利润也高 然后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 我们比较希望的客户的形式 然后可是也有一群的客户 他可能给我们的公司 带的获利是 复数的都有可能 好 那我们现在 怎么来去画这张图呢 我们 首先 先快速点两下 产生客户的名字 放在路由这边 然后接下来快速点两下销售 他就一样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是 利润 快速点两下 这样是不是就三个栏 就是一个文字 搭配两个数字 就可以画三部图了 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想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到底这件事情 它跟什么和什么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时候散步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图 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散步图 点这个散步图 那散步图 散步图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稍微跟你们强调讲一下 那个趋势线 趋势线 我们用字形 然后我们把改成12 12字形稍微比较大 还有颜色设深一点 可以吗 颜色设深一点 它里面有没有中文 好 微软这样可以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先把这张图画到满版好了 整个满版去呈现 请问一下 这张图你会希望说 他往右上跑 对不对 如果你是老板 你一定希望他往右上跑 如果你是老板 你希望往右下跑 那除非你是在做那个慈善 慈善事业不是公司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画出一条趋势线 画出一条趋势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滑出右键 你可以点它 这边有一个 移线线 ise 续线 好 恭喜 为什麽因为它是往右上跑的 对不对 虚色设中解 这条趋势线 所以我们还要去看一下 去看什麽那些事情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атель agora Gun Lux 小的获利 小的利润 好像蛮服从这条线 对不对 可是当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发散 这边有看到发散吗 当公司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就是这个族群告诉我们的启示 当公司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利润相对是高于平均利润的 可以吗 因为他在他上面 相对的 我们这时候就 虽然他可能排在你的第一大客户 他排在我们的第一大客户是看销售 可是他的利润却好低 有没有看到 还是负的 这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吗 大毒瘤 我们是生物医学知识 你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癌症上面 我们把那基因全部到人类 就是我们常看的2万多个基因 好了 我们这样看 如果看到这一个 哇那 你就可以赶快 赶快来去深入 继续去探讨为什么了 对不对 真的啊 你看 最大的客户居然 利润是负2000 你说奇怪不奇怪 好 OK继续了 所以 所以 我们 我们后面 就是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告诉你说 我要把这些客户 我稍微分类一下 分类 就是说那个高销售 高销售的这些大客户 他常常购买的产品是什么 跟那个小众 小资客户 他会跟我们公司往来买的产品会是什么 一定不一样 我们会去分析这些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函数来去导入 在还没有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 请问你那个format是从哪里 format放是从哪里叫出来的 format OK 好 好 那 那 这个 这我做完我就可以关掉 好 那接下来 我想要去教 Data Money 里面有一个叫做 那个 Closetory 就他直接写在里面了 可是你要知道说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未来像我的 分析 我就希望我要走到Vitamani那一套 我就想要把它整完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他里面已经提供了一个叫做 分群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下分群 分群它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我想应该多少可以理解 因为这么多的客户 我先把它分成 大客户 小资客户 或者是中间那一类的客户 或者是澳洲来的客户 都可以 看你要怎么分类 看你要怎么分类 好 那我们怎么做分群 在这边 Analytics Analytics 这下面就有一个叫cluster 不过这个范围分群 分出来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cluster 拖曳过来 拖曳到这里 拖曳 把cluster拖曳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 cluster的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单词 叫focused 有看到吗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focused 它现在是不是灰色的 它现在是灰色的嘛 因为只有连续型资料可以做focused 好所以我先提醒你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要教你 顺便把那个预测也教一下 好这边放开 放在这里 然后放开 那你要告诉他你要分几群 所以他是一个半间都市的 半间都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你要分几群 他不是一个完整自动型 自动的 好 那我们假设在这边分三群好了 我们分三群 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帮我们把那个 就是客户啊 客户分成 这边是一群 然后这边是一群 然后这边是一群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红色的是往右上跑 有没有看到 好 关掉 只有红色是往右上跑 有看到 我觉得他至少这边分级 我觉得要扣掉那个右下角那一个 右下角是谁 叫做Sing Middle 这个要扣掉 这个要扣掉 其实扣掉 扣掉他在这边也很好 也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个叫做 Show View Toolbar 然后你可以自由选 自由选是这个工具 这个套索工具 好 例如说我自由选 我选这些 这个我绝对不要 好 我只选这些 放开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就是他这个工具 他很灵活的地方 你自由选 然后他直接在图上面 就直接画给你看 还有这个工具哦 在Mobile上面也可以做哦 在那个Pay的上面也可以给主管来去做这件事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就发来了 还有这个就发来了 就远离这条线 而且是往右下跑 好 我扣掉两个公司的那个 就是很高销售 但是利润虽然很低很低的 而且是复数的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家公司这样子大的客户 他说往右上跑 可是 可是另外两类 另外两类 我扣掉了 这家公司就不敢说 你不敢说 我扣掉了 我们扣掉了